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印尼 全球燕窩产量最高的地区 香港游客观光购物景点 又怎么会没有燕窩店呢 一进到店铺 销售员就向顾客解释 近期的假血验事件 我们印尼是有血验但是非常少 燕窩店仍然挂出海报宣传血验 但是柜台内外已经不见有血验出售 不过销售员跟我们说可以订货 血验售价比白验贵两成左右 主要是它一向被宣传成稀有真品 是金丝验吐血所致 不过这个传说 原来只是商人牟利的桌头 6月份浙江省工商部门 在市面抽查大约3万盏血验 查出致癌物质亚硝酸盐严重超标 导致内地的血验全部要落架 8月份中央电视台再揭露 血验根本不存在 有专家推断 血验其实只是加了宫的燕窩 它会变红色 是由环境因素 鸟分或者是燕泥加粗灰分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用来模仿天然燕洞的 一个实验用的模型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些溶剂就是我们想试的其中一种元素 我们想知道究竟天然这些血验为何变红的主要原因 是来自哪一个元素 陈嘉伦研究研摩多年 一早已经化验出血验并没有含有血成分 他说大部分的血验都是人工培植出来的 不过根据他的化验 血验含有加脱液酸较白烟为高 在抗流感上面有较强的功效 由环境泰酸本身 它本身已经有抗流感的作用了 另外它又可以刺激到大肠细胞的生长 其实本身这种已经有一定的功效 加工血验事件之后 他亲自到印尼 马来西亚的燕屋参观 了解当地培植血验的方法 他都认同 人工血验会由白色变成红色 极有可能和燕洞里面 一些中介物质 例如是鸟份有关 他说这种技术 燕隆已经采用了很多年 但他们就不知道究竟是鸟份哪些成分 会令到燕磨变红 陈嘉伦很希望找到答案 我们是要逐样逐样来 在鸟份的成分逐样逐样去试 究竟哪一样才是真正的原因 我们现在暂时试过矿物 烧酸盐、烧酸盐这些 这些都不关事 我们还很努力地去找出 究竟是鸟份的哪些成分 一般燕窩变红 需要三个月时间 但是较早前 被踢爆用加速方法 分架假血验 只要两个星期就会变红 他们的色责应该是不稳定的 也就是很快都可以被冲洗 震掉出来 其实已经是知道答案的 燕窩颜色可以造假 燕窩本身也都可以假冒 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假的 它可能是用一些猪皮或者白木耳去造成 如果你说半假那些 就可能它会涂一些明胶去增加重量 血验事件 加上较早之前 科大化验67个样本 全部发现含致癌物质压酸盐 已经严重冲击香港业界 没有了一大半生意 燕窩商会金谋对策 找来科技大学建立隔别质量的平台 科大除了用退液酸含量的技术 来分辨燕窩真假 也都会提供专业知识 希望公众吃得安心 其实亚硝酸盐和硝酸盐 就不是人工添加的 我们都估计到 基本上最大的可能性 就因为当地 养燕窩的环境而导致的 如果我们平时去浸我们的燕窩 洗两次 我们觉得97%以上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 都可以洗走 食贵价的补品怕遇到假货 选购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其实买一般健康食品的时候 也都要注意里面的成分 会不会引致负作用 阿非患有系统性格血管炎 导致动物血管收窄 经常会头痛、颈痛 病发的时候更加会视力模糊 他打算买健康食品保身 经朋友介绍 分别买了灵芝和东虫下草的胶囊食 谁知道病情更加严重 他继续吃胶囊 头痛的时候就吃止痛药 这样维持了三个月 结果有一天 他的头痛都不可以不看医生了 有病乱食健康食品 并不止阿非一个 子猿有糖尿病 有血压高 在吃降血压药 他买了桑站丸 南梅素 鱼油丸 每天早晚吃保身 其实这时候的病患 好像是不会支持发生的 也不会有现在的坏处出来 但潜移密化下去 后果会很严重 做一些预备好的东西 他间不中关节会痛 医生说他有痛风 为了舒缓病情 他另外又买了四种茶来饮 苦瓜茶 声称可以降血脂 猫酥草茶 也都声称可以降血脂 而另外两种茶 里面含有的成份 包括鼠曲草 说是可以医痛风的 紫燕就说 痛的时候会多喝一两包 那些茶其实没有什么所谓 好像那些堡理香片 有空就会冲来喝一下 有很多报道都说它很有效 紫燕很相信名人的推介 但是药剂师对某些草药能够自痛风 就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其实他用这么多种茶 一来未必有作用 二来其实痛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缺水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如果喝些茶 它使得小变增加 或者真的会影响到身体的水分的平衡 其实可能有反效果 其实不少的健康食品 更加含有中药成分 吃了之后会和西药相冲 这些在商场促销 含有中药三七的胶囊粉 广告声称可以有效击退胆固醇 血脂和三酸金油脂 不会与西药相冲 销售员是这么说的 所有吃西药的人士全都可以吃的 比如说是什么西药呢 胆固醇药 薄血药 即是亚士葡萝卖 心脏药 血脂药 全部都可以吃 薄血药 甚至做过心脂药 但是专家又是怎样看呢 例如其实三七就是我们说田七的成分 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有薄血的功效 如果针对三高人士 即是说有高血压 有高胆固醇 有糖尿病的人士 其实它很多时候可能有心脏病 有部分患者可能需要吃亚士葡萝卖 其他的薄血药 甚至做过心脏手术通波仔 他需要长期复食一些薄血的产品 如果他再尝试一些健康产品的话 其实可能加剧了出血的风险 很多长期病患者都说 他是依据亲友介绍 或者自己个人经验去服用 而不是因为医生介绍 所以在备访者来说 有没有超过一半的备访者 都是因为亲友介绍 或者他自己吃了之后 觉得好想去继续吃 长期关注病人权益的福康会 访问了八百多名长期病患者 发现近六成的人 在服用健康食品之前 都没有咨询过医护人员的意见 如何选用健康食品呢 是依靠广告 在广告中觉得好 那他就试了 所以广告很多时 在香港这方面的控制 监管上是比较少的 变得很多时会用一些比较夸张 或者近于失实的宣传方法 去吸引市民使用的话 其实都会令市民错误地选用了一些 可能不适合或者没有疗效的健康食品 药物教育资源中心说 市民如果对健康食品有疑问 可以向有药剂师注定的药房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